《全新零一教育資訊》直播節目《聲學教學》 歡迎收看全新零一教育資訊直播節目《聲學教學》 我是主持溫愛雄 人生要經歷不同的學習階段 為了令大家在聲學進修的路上減少煩惱 每一集將會請來不同範疇的專家 跟大家分享由大學、專上學院、海外聲學等 不同範疇的進修資訊 今集《聲學教學》請來兩位嘉賓藝人 和前執業大律師黃錦新先生 以及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人民及法律學院課程主任黃偉廷女士 跟大家談討今集主題《法律專業路》 踏上精明第一步 分享一下考取律師資格 或者成為法律行政人員的途徑 好,很開心今天可以見到兩位 我想一見到Melvin 其實觀眾會馬上想起很多電視劇 不同的經典角色 其實很多人都很想知道 Melvin為什麼會選擇由一位藝人 進修成為專業的法律人士 以及律師這個名銜 對於你來說有沒有什麼特別意義呢? 你第一個問題 我想跟我自己的性格有關 我算是挺好學的 我自小都是追隨我對有興趣的事項去發展 例如讀中學大學我喜歡科學 所以就選了藥劑 我第一個大學學位就是藥劑博士 然後回來香港才進入了熱烏圈 但是眨眼就做了十幾二十年 去到八幾年的時候 就開始香港市民對於回歸有興趣了 那時候每天看一些新聞 都有中國和英國對某某事件不同的看法 經常有爭執 我跟朋友研究過 會不會是因為兩個國家的法律制度不同呢? 所以他們看一些東西是會不同的角度去看呢? 就開始對法律有興趣了 因為我可能英文比中文好 就選了去研究一下英國法律 即是普通法律 那剛才提到律師這個名銜 那對你來說有沒有特別意義呢? 沒有什麼特別意義 因為為什麼呢? 我剛才提過了 我選擇讀法律 因為我有興趣 對於這個項目有興趣 而不是想去做律師或者大律師的 只不過我過程中呢 很順利地過了幾關 又拿了一個學位 又考了一個牌 所以就嘗試去做 那一做就做了十幾二十年 而且那時候考牌呢 我就算幸運 因為我九七前不聚業 九七前就可以在英國考牌 那英國考了牌的時候 就回來香港不用再考 那所以我就省了一個步 那其實在海外 或者在香港來講 都有不少行 接到PCLL的課程 那為什麼Melvin 你會去選擇 選擇HKU Space的倫敦大學 法律學士學位士課程呢 主要都說 跟我對這個話題有興趣 我就不是趕著出來執業 因為那時候沒有想 即是初初都沒有想著出來執業 那時候我還在拍電影 日後還在無線拍《真情》 那晚上就 因為有很多廠景 日後有很多廠景 晚上有很多時間 我便去了香港大學 讀了London U這個課程 那其實聽到也有很多不少的經歷 或者是感受可以和你分享 那我們可能稍後可以再了解一下 那Tiffany 其實Melvin就分享了 為什麼會選擇HKU Space 這次我們的主題 就是法律專業 踏上精明第一步 入門一步是真的很重要 那在HKU Space 讀法律課程 其實又有什麼優勢呢 在HKU Space 讀法律課程 就好像Melvin所說 那時候 他以前 日後還要拍廠景 然後晚上就去讀書 因為其他 現在大部份 香港提供法律課程的教育機構 他們大部份都是以全日制為主 我們HKU Space 是兼讀制為主 專門為在職人士進修 還有很多不同的法律課程 是很有彈性的 可以讓他們選擇的 其他的教育機構 可能只是去著重於他們怎樣去在香港發展 如何在香港成為一個律師或者大律師 但是我們就可以 還有英國的路去選擇 或者是其他 正如Melvin所說 在Common Law Legal System 都有很多不同的學生 都去了很多普通法的國家執業 還有第二件我們最好的東西 是甚麼呢 就是我們價格相移 是的 因為其他的教育機構 其實都挺貴的 讀一個法律課程 就是傳統的法律課程 就是四十多萬 但是我們就比較相宜 雖然有很多 就是三分之一 可能這樣的價錢就可以做到 是的 其實便宜很多 就是一個很吸引的一個點 沒錯 這是大家都很關心的問題 其實Melvin也知道你在HKU Space 其實都可能有一些經歷 那你為甚麼 在這個學位試課程裡面 其實首先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有沒有一些難忘的事 以及就是最深刻 其實你在裡面 有沒有學到甚麼內容 難忘的事 都有的 例如我們 雖然說很複雜 雖然說很多我們 很多同學 就日休班 晚上上課 包括有很多公務員 那時候 我記得其中 有幾個高級警務人員都有 一個 當然不要說名 他後期都做得很高 退休的時候 都是差不多副警務處長 如果沒有記錯 他讀書的時候 很勤勵 每天都 開始的時候 每晚都見到他 但是 因為他的職位的時候 就是重案組的頭 然後 沒多久 每天 日頭開報紙 就看到這裡打劫 那裡又綁架 我們知道慘了 他很快就會消失了 那麼 這個同學 就終於 沒有讀得成 但是 這個就是 例外 那如果是你自己的話 你究竟是 當時因為你拍劇 又要去 一路兼顧讀書 其實你怎樣堅持下去呢 那我盡量上課 當然 但不上課 那時候也挺好 因為有幾個同學熟了 就幫我錄音 如果我早就告訴他 我今晚不能上課 他會幫我錄音 那我就回去再聽 那時候很好的 因為我們的港師 真的是倫敦大學的港師 他們真的飛 那時候飛回來 去教我們 現在也是 現在也是 是 所以這個課程是好在這個 那其實 因為 Malfon也分享了一些 他當年讀法律課程的一些心得 那其實 Tiffany 可否也跟我們說一下 其實這個倫敦大學法律學士 學位士課程 還有些甚麼是可以學到的呢 還有就是有些甚麼特色在這裏呢 除了剛才Malfon所說 我們是有很多不同的公務員 還有一些很高級的公務員 喜歡來讀我們這個課程之外 其實我們這個課程 最重要的就是 它是一個考試 而是全球性的 每個人都在考這個課程 所以它的標準 把關係很好 意思就是說 如果一些學生 在這個考試的時候 證明你在行內內 都是很有認受性的 其實這個課程也很有一個資歷架 還有很有標準 我想加一句 雖然是在本地考試 但是如果畢業的時候 可以去倫敦畢業的 可以參加倫敦畢業禮 當年我去的時候 我的畢業證書 就在英雷王的妹 還是姐姐 Princess Margaret 是瑪嘉烈公主 頒給我們的 都是另外一種見識 聽起來也很有趣 因為這些人物 平時都很難接觸到 還可以親手拿到證書 而且不僅是畢業的時候 才可以去到 現在 其實如果你是表演得很好 你的成績是很好 你第二年或第三年的時候 你已經可以選擇去倫敦 倫敦U讀書 Kennot的課程 都可以涉及不同的方面 我們今天的內容 除了請Melvin上來聊天 其實都想跟她玩一個小遊戲 想問問她一條題目 答錯就沒有這個懲罰 Tiffany都可以幫忙 我們現在可以開始 問題是 現在在HKU Space進修 要考取律師資格 或者成為法律行政人員 大致上是分為多少條途徑 是兩條還是三條 如果沒有改變的話 我讀的時候 好像是有三個途徑 那又知不知道是哪三種途徑呢 我記得好像兩種 途徑可以做律師或大律師 一種不是做律師或大律師 但是可以在律師樓 做法律行政人員 是嗎 Tiffany 那Melvin答得對嗎 Melvin答得很正確 其實答得很正確 因為有三條路徑是真的 但是有一點點不同 有一點點分別就是 其實我們這三條路徑 現在都可以進入PCLL 可以做到律師或大律師 對 特別是他剛才提到法律行政人員的途徑 就是我們專門為現職法律行政人員 或者他們已經在做相關法律工作 或者是他們想去做相關的法律工作 即是一路半工讀這樣 就是讓他們去上這個PCLL 另外還有兩條途徑 就是Melvin那條途徑 就是London ULLB那條途徑 這個計劃就是英國的法律課程 但是當然如果你想像Melvin那時候 可以在英國那裏 做律師的也可以 做大律師都可以 如果你想去香港那裏入PCLL的話 都沒有問題 因為它已經豁免了大部分的PCLL轉制考試 另外還有一個途徑就是 M.M.U.C.P.E.的程序 M.M.U.即是晚設施特都會大學 我們一起合辦的一個課程 C.P.E.就是Gradure Diploma in English and Hong Kong Law 你聽到一個名字就是English and Hong Kong Law 即是說其實你想去英國繼續讀 去practice都可以 或者你可以在香港那裏繼續讀上去 亦都是不需要PCLL的轉制考試 都是可以有兩朝老 讓你選擇做律師 其實要讀的話 其實路向和方向都非常廣闊 其實Melvin作為一個過來人 其實你有沒有一些心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都給有志加入的人士一些建議 其實我剛才也想補充 Tiffany就強調了很多途徑去做律師大律師之類 在他們現成的行業都用得著的 好像我剛才說 有很多警務人員的同學 有幾個讀員都讀完課程 都拿了他的讀書 都不一定要轉行的 他們都留在警署裡服務市民 但是用得著的法律知識 其他行業都是這樣的 例如Tiffany有個上司 是跟我同學的 直接跟我同年一起讀 一起去英國考考大律師牌 那年她真的厲害了 她是考第一的 整個課程那一年她是考第一的 雖然她讀得很厲害 拿了一個讀書 考到牌 但她沒有做 她沒有執業過 她反而進入了學術界 是嗎 就在香港學校 做法律有關的工作 那其實讀完法律 又未必一定是 做律師這麼窄的一個行業 可能都有很多不同的發展路向 今時今日的社會 就是法律知識 在很多行業都用得著 那也是的 這個的確是 那其實Tiffany 其實香港學校 其實還有沒有一些更多 或者其他的法律課程 是可以讓有志成為專業人士的人 去報讀的呢 有啊 因為其實不是每個讀書 都好像Melvin那麼厲害 她也是 當時又是科醫師 讀到醫師 然後又是藝人 然後又是藝人 然後又可以做到大律師 即她的能力 真的超級厲害 但BHR是大部分的人 例如他們考試 成績不太好 以前是公開試 一試定生死 公開試 考得不好的話 他們入大學 入不回法律系 他們就覺得 是不是 就已經 沒有希望 去做法律的專業 但其實不是的 因為現在HKU Space 我們有一個課程 就叫 Certificate in Legal Studies 我們是沒有修身門檻的 我們是完全不看公開試成績 不看任何成績 有交無慮 總之你來報名 如果你讀得好的話 其實我們是有條路 讓你上去做律師 無論你在香港想做律師也好 在英國想做律師也好 Qualify也好 都是沒問題的 而這個專業 好就好在除了有志成為律師 可以讀之外 就如Melvin所說 其實很多法律的專業知識 都不一定是 你讀完之後 不一定是做律師的 還有很多行業是有用的 但是你又不知道怎樣入手 你不知道怎樣入門 你就讀這個專業讀起 是一個兼讀制的課程 只有九個月 只讀五課 如果你覺得是讀得好的 讀得對的 那你就可以再讀下去 其實都想了解一下 其實讀這些課程 會不會是有類似實習 或者是可以給學生實淺的機會 這個課程 我們沒有特地說是給一些實習 但是他們 因為我們很多學生 他們都是一直讀 一直在律師樓 或者台律師樓 或者是在做那些 那些 或者是 或者是 這些相關工作 所以他們可以是 一直 學以自用 應該是 應該是 因為很多 例如 Malvin 以前做開的大律師 應該也有很多 寶寶 收了很多 很多 很多學生 很多 其實讀了一兩年之後 你都 如果對這個行業有興趣 你都可以嘗試一下 找個律師樓 或者一個大狀 的事務所 去嘗試做 所謂暑假的 夏季學生 去取得經驗 如果你很幸運的話 你可以跟一下大狀 律師上法庭 見識一下 學一下法庭的規矩 其實也挺有趣的 因為法庭的規矩 是另一個世界 好像以前 見皇帝 有他們自己的規矩 是不是很緊張 是光寺第一次上課 第一次上課很緊張 是的 不知道什麼時候 向官谷公 什麼時候 是的 有些指定位 其實聽起來 都覺得讀完之後 拿了這個資格 其實 你要真的去進一步 拿到這個資格 去做一個律師 或者甚至是其他 不同的方向 都是需要 打好自己的根基 聽完兩位的分享 其實大家都對於 踏上法律專業部 應該加深了了解 無論是作為法律專業的 基本學力和資格 或者是用來增強自身的法律概念 相信課程都可以 帶來很多的實目知識 有興趣的人士 可以瀏覽 HKUSpace的網頁 再一次多謝課程代表 和嘉賓藝人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 拜拜